你是谁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身处何种困境 人生难题那么多 听听别人的故事 找找自己的答案 后疫情时代 留学进退两难 从我学的兴趣不够他们大 我没有常有 看智者指引新学东建 我要打破那个观念 名人面对面专访 世界顶尖数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邱成彤 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那个我猜是十多年前 从前从国外回过的学生 家长或者自己 因为是失败的才回过 到了十年前开始觉得 肥过也好 也可以做 就是也可以 能够做些事成 也不觉得丢脸 到了今天很多 很多家长因为 在国内发展也很好 不一定要去过 27岁获得世界顶级数学奖 菲尔兹奖 在此后的30多年里 他又先后获得了 美国国家科学奖 沃尔夫奖等15个数学 物理诸多领域的顶级奖项 其中任何一个 都是其他数学家 终其一生的追求 他就是华人数学家 邱成彤 身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同时也是清华大学 邱成彤数学科学中心的 中心主任 在暑期将近 众多有志于 投身科研事业的年轻人 开始为自己的未来 寻觅方向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邱先生 希望由他来讲述 他所了解的东西方教育的意图 疫情之后 在留学问题成为新的关注时 他认为该如何走完学医的脚步 中国小孩子能干的很不少 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好 我觉得 所以这个学生慢慢 就开始搞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 你比如来讲学那个熬书 熬书也不是不好 但是不能够全部时间 就放在考试身上去 最好就为了兴趣来读书 在邱成彤的办公室 有一块巨大的黑板 时常会有年轻学者 来这里向他请教问题 年轻学者很快在这块黑板上 写满了我们看不懂的公式 而我们唯一能听懂的 就是在这短短十多分钟 他六次说道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有意思 大概这就是邱先生所说的 为了兴趣而读书 美国有很多小孩子 害怕数学 不过几乎上在哈本 有些学生也是不 其实对数学完全不懂的 其实不是教学不好的 而是老师自己不懂 你想看老师不懂的话 他会怎么样 他要狡辅这个小孩 就让这个东西很难 所以常常是怎样的 因为自己不懂 就狡辅小孩 这个东西很难 其实有些很简单的东西 也没教好 邱成彤在香港长大 完成本科学业后 到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学习 后来成为哈佛大学中生教授 三十多年的执教生涯 在他眼中 东西方的学生 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 每一个学生里面 真的念得好的话 很紮实的 因为他有兴趣念这个东西 中国小孩子念得好 很多是因为考试缘故 就逼比你非要念好不可 这个因为你要考高考 所以老师教你的时候 填牙式的 就是做了一个考试机器 有些人讲 就是不停地教你解题 就是这个方法 你一碰到反应就怎样子 他基本上不想 就变成一个机器 就自动反应 没有思考的能力 相对来讲 那思考的能力 对我们讲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分点 学而不思则往 邱成彤不认同通过考试 做题建立的奖励机制 他认为会问问题 比会做题更加重要 回忆学生时代 他也是这样 以不断向自己 提出问题的方式去学习 要提问呢 但是没有人敢举手去提问 您刚刚到美国的时候 会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 是怎么被改变的 我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刚才讲 我父亲这个哲学家 我从小就好问问题 他会鼓励您问问题 因为我自动的 就觉得问问题很有意思 我从中学上 就问你是数学的问题 自己问自己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学生做不了这个地方 一般的学生是习惯了 做实题跟考试 考试是人家给的问题 他们就觉得很好 人家给的问题 我做懂了就行了 就是通过考试 得到了什么伟大的奖赏 就是不是我们 至少不是我们做学问 领域在乎的 奖励也可以 可是比东西 我觉得很飞煌的一个事成 1982年 33岁的邱春彤 向学界提出了120个 在几何上比较重要的问题 正是这些问题 影响了往后几十年 微分几何的走向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 就是单种赢家的问题 要做一些自己问的问题 所以我从小就这样子训练自己 所以我在 在第一年我就写一篇文章 那时候的问题是我自己 问自己写出来的 所以 你问自己的什么问题 就数学上有些问题 我就看了一些文章 有些感想我就写一个问题 这是我自己做的问题 所以这个中国的学生一般来讲 都不愿意问问题 不但是中国学生不愿意问问题 你看我这边讲了 中国历史上 这个问问题的文章不多 唯一一篇能够比较大范围的就是 雀元那个天问 但是就算雀元的天问 只要你只是看的话 问的问题也跟 希腊人的问的问题不一样 希腊人有很多 不同 希腊人问题的问题 好像跟 跟那个 这个历史跟 这个天气 跟所有东西都无关的 你去年你开始问天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问很多 希腊人问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平行线 为什么要不相交 做公理 这个问题 有两千年历史 最后才全部完美地解决 讲起来 关于中国学生 跟外国学生比较 我在哈马上教书 教了34年了 我们明年第四年办的时候 以办来讲 有20多个学生 会写这个论文 总有几篇论文 是做得很好的 很不错的 在这边发表的 基本上从来没有中国学生 都是外国学生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国媒体 很不高清讲 我讲这个话 就是从这边就看得出来 就是他们收拾 全世界最好的学生 包括中国的 包括欧洲的 包括美国本地的 你觉得那个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学生 兴趣不够他们大 他们期望 兴趣很大 他们有想法 这个所谓最后的几篇 是因为有创见 有创意 他会发表的 中国学生在本课的时候 没有创意 没有这样想法 包括我们在清华 跟北大的 为何中国学生 乃至中国学者的走向 始终以解题为主 无法脱离高考 或者是拗书的形式 邱总统认为 主要原因是中国学者的 宏观思考不足 对数学的渊源不够清楚 是一个重要的缺陷 中国这几十年来 慢慢才开始开敲了一点 但是其实还没全部开好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还没发展 到了今天 现在讲来讲去 就像陈建渊 杨浪桑 广河他们 其实是数学里面 很小的一个分子 它八十个不同的分子 明一个分子里面 都是一个大事在那边做的 明一个分子有好几个 一对应不是一个人 所以你加起来就是 几百个伟大的数学家 很多媒体 你大概也问过我 中国的数学跟世界水平怎么样 其实我很难答这个 因为人家讲我夸大 或者讲我看不起中国 我们中国 中国所有家 全部加起来 只能够有五个能够勉强 能够跟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中国的学问 跟人家的学问相差多一点 现在中国这三十年来的 四十年来的发展 比重也好得多 但是相差还是很大的距离 就是讲很多学科 在中国很多学生根本不晓得它存在 在现在来讲 就算现在还是 现在仍然是这样的状况 您说只针对数学这个领域吗 还是说其实 我是讲数学这个领域 其他一般也是 你譬如来讲 我们现在在应用所要搞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 我们有些 因为这个学者在吹牛他们做得很好 全部是吹牛 因为需要很多数学物理工程 全部合在一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研究 中国跟他们相差一点 当然是一个方面是因为投资太少 量子计算这个学科 比例来讲 在IBM一个公司 只有1200人在做 1200个扩进银材 工程师做基本科学的 一个工程师的费用 至少要20万美金以上 平均起来 有些可能更多 你就想想看 你乘上1200人 就是这有打笔钱 看什么呢 这个就几亿来算的 那这是一个公司 现在还有Google 还有Microsoft 还有很多公司 还有大学里面的投资 哈佛大学最近投资3亿美金 就为了做量子计算 里面有很好 本来很好的大学教授 都在做 中国很少人在做 邱成彤说话直率 在指出中国学生的问题时 不带一丝委婉 但同时 他也是那个愿意付出十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 为中国数学教育服务的人 他说学习除了是一种能力外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性格 东方人的内敛含蓄 有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中国学生太害羞 同时 中国学生有个麻烦的时候 他聚在一起的时候 单跟中国学生来往 不跟外国学生来往 那在教师上面呢 教授的方式 或者师生关系上面的差别 师生关系就看谁嘛 看哪个教授嘛 有些教授 教完课就回家 那个让人不好 其实学校是希望你能够跟学生多一些来往 当年我在Stanford做教授的时候 我跟学生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在吃饭什么东西 我当年在Stanford的时候 中国学生很少 因为就70年代 那个时候中国学生还没有来 我跟美国学生天天在一起 从早到晚在一起 去吃饭啊 去聊天啊 什么东西 他们的习惯跟我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停下劝我买个跑车 他买个跑车去追女孩子最好 那你有没有做 我没做 他们喜欢做这种想法 我当时没有怎么想 为什么 我从来不觉得跑车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他们喜欢我 然后还要开棚车 一定要开棚 他讲 很拉风 对对对 我没想这个事情 但是其他事情我们常常在一起 我们从前十多年前 很多中国学生到哈本念书的 包括北大陆都有 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要考这个博士资格考 一半来讲是赢家的分数的一半 这个很丢脸 就是赢家考到180分 他能够考到90分 就不错了 有一个还考到林达 你是谁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身处何种困境 人生难题那么多 听听别人的故事 找找自己的答案 后疫情时代 留学进退两难 中国学生心趣不够他们大 没有苍蝇 看智者指引 新学东建 我要打破那个观念 名人面对面专访 世界顶尖数学家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 邱成童 在2020年最新公布的 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 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 清华大学的数学排名 位列第16位 比10年前的第96 越升了80位 除了学术方面的 这一些比较尖端的内容 您希望引进进来之余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教育理念或者是思维 您希望可以让大家 年轻人更多的 在以前就是中国的方法 师徒策着老师教 徒弟要继承 不能够做其他东西 很多种观念 现在根本想不出来 当时都是这样子做 基本上学生是老师的财产 老师教授 不能够怎么样子 就不能够怎么样子 就是这样 学生的出入 跟老师化的学校 也很大的关系 我要打破那个观念 所以我们请了一大批 好的老师 从国外来的 国内来的也有 就打破了当时师徒 怎么老师跟徒弟的关系 这个慢慢也好了很多 周承彤在清华 建立研究所的这十年间 他多次提到 抓教育应从学封教育开始 为学应先为人 他指明道姓批评学术功力 即使深陷舆论漩涡 却依然直言不讳 你在这一份 这个数学史大纲里面有提 你说即使是我们有 很多的大学生大量的出国 即使是最前沿的数学发展 但是回国了之后 很少能够看到他们有 就是能够做出有深刻 而且有创意的数学工作 对 您会觉得原因处在什么地方 我那边讲了 太过急功近利 就赶快写文章 赶快用个帽子带一带 中国人叫的 就是用个清签 洁清 就是政府做下来 那种官方的帽子 官方的一个荣誉 太在乎那些东西了 看来很重要的缘故 就是因为考试官了 所以中国人从小学一路到趋势为止 都是在考试 不同的方法来考试 甚至拿做院士也要都是考试 做院士就一辈子太平了 就是有学问领域 领导自动因为你是有学问领域 你就不用做学问了 就一辈子就是无灾无难了 基本上是怎样子 是无灾无难 你要去看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要去什么都是最好的 那他不在乎 我们从前十多年前 很多中国学生到哈本念书的 包括北大师都有 他们一进来的时候考博士这个考 一半来讲是赢家分数的一半 就很丢脸 就是赢家考了180分 他能够考了90分 就不错了 有一个还考了林达 我不懂 虽然都是考试 可能内容上面有多大的区别 以至于北大的学生到哈佛去考试的时候 考了一个林达 北大就是老师没有好的教书 所以我讲我很不高兴就是这个员工 这位女生考林达的时候 我主持着考试的女生 是我一个朋友很不高兴 他怎么介绍上写得怎么好 会考试考到林达 这个北大一个女孩 所以这很难看 就是讲他们在本科上都没有好 教了教 这个当年就觉得大教授们 对于本科上完全没有兴趣 这个他们因为我是研究教授 我不想教书 就教了一些小鬼去教 教了一套糊涂 比如说我们要是在国内的话 考数学 当然我数学没有什么好成绩 但是他可能会出一道题 然后让我去解 对 那在哈佛的时候考试的方式是什么呢 也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会是零分呢 他不懂嘛 他没有教嘛 天啊 你教这文科表面是教这文科 事实上他没有教内容 你让我教文科 我讲这文科是大一书 大一书前面简单的教了 后面的不教 那往往是怎样子 因为这一文科嘛 大学是没有谁管你 因为不是高考啊 大学教授教的时候 高考好像已经是最后的目标了 就我考上了就 不是 因为大学教 大学毕业以后后面没有高考嘛 所以没有谁考的 你教的怎么样子嘛 那批来讲你是要代数的 对 代数可以啊 因为我们上课嘛 聊到天嘛 这个学生念得好就 就很好啊 念得不好就没关系啦 就是反正我们都过了 每一个人都拿个A就算了嘛 基础不航时 后面的发展并无从谈起 于是邱成童在清华数学研究中心 成立邱成童英才班 举办邱成童数学竞赛 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和基础教育 所以我讲我一看就不行 所以本课里面 一定要抓好它的基础教育 但是我就为这个事情 我这样搞了这个大学生竞赛以后 他们现在都很好了 北大也好 清华也好 都念得很好 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我们去哈本念书 就是至少考第一批考试 都没有问题 都考得很好 2020年一场疫情改变了太多 对很多寒窗多年的学子而言 是否依然选择出国 邱成童有自己的看法 在202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毕业典礼上 邱成童跟学生们说 华裔学者在美国高校生存的环境 将比从前差很多 这是今年的毕业生要面对的现实 他建议如果目标只是普通的美国高校 清华大学的水准和氛围 其实比他们要好得多 我们这个所有 差不多70个很有能力的年轻人 他们学问都做得很好 他们慢慢可以影响这些小孩子 足够就慢慢将他们大一项前找 所以做研究也是一样 你亲眼看着某一个大教授 将某一个学问做好 在你眼前做好的话 你心里面会不同的感动 理想他能够看着他这么做 能够完成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这么做 我就会学 因为一个学生们很 对于不懂的东西 他的反应很强烈 他会自动去学 有人说教育就是以生命去影响生命 老师对学问的热爱 会折射到学生的生命中去 有人问邱成童 何为数学之美 他说比如哥德巴赫猜想 素数有很多 我们的眼睛在一个黑洞里边 眼睛一开始看不太清楚 慢慢习惯了以后 会发现有条有理 找出那个规律 对那些我们想描述 又描述不出来的事情 要在里面慢慢地找 之后出现的规律 是很美的 你要向前冲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困难 你可以将这个困难 跟学生表示出来 尤其学生能够瞬眼看到 你做研究的时候 有时候走了冤枉路 有时候走得很快 什么东西 有这个经验以后 学生会晓得 遇到困难的时候 怎么处理这些困难的问题 有什么时候可以走得更快 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这边是教授 这边是真教授在上面 一个好的研究所 主要是隐藏的 其他都假的 你现在就国内 你看很多地方 它们好像是很漂亮的 事实上没有人才 这外面是假的 清法的这十年来的 经费比从来加多很多 现在清法一年的经费 跟美国的名销差不多 当年是比美国的名销差很远的 这个我想整个经费 可以至少加了七八倍吧 至少 这四年了 这些学生 当时他们就留了下来 肥过的不多 但是慢慢 到了今天是不一样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反应改变了很多 很多人愿意回来了 所以到了今天 这个有兴趣的学生是不少了 当年是从国外回来的很少 有是有 但是不多 这个改变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改变是 跟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那最后不还是因为 经济环境好了 然后才可以 经济环境是不可能 不重要的啦 坦白讲 跟你讲 895%以上的数学家 都是不优异式的 假如你不停留在家里面的负担 小孩子教育 老婆要吃饭 爸爸妈妈要吃饭 没有完没有了 你很难坐下来做好的问题 你必定很有钱 但是至少不愁意着 你想我当年做我的问题的时候 我不是很有钱 就是一点点钱 但是我从前我家里面穷 我常常寄钱回家 我一路到 我坐到那个时候 还是寄钱回家 在香港 他们也够用 我也够用 至少我是觉得可以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就是至少我有时候去 上馆子吃顿饭 没有问题 也不是长去 但是也算是不错 率异量ire 接种下来为您播出 十系直通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